我感觉你现在有点焦虑呢 你年轻轻轻的 你不会明天一早起来一夜白头吧 哎呀 这爸妈回去了啊 又开始了两人外卖的生活 笑得真开心呀 是不是庆祝庆祝吗 不是庆祝咱爸妈回去 啊 是这样 咱俩不是今天刚办完那个 当交完首付款吗 嗯 这也没来着去吃饭 就点了个外卖 咱俩庆祝庆祝 我看你点的啥 哎呀 你点点肉 有强了这是 那午餐肉就当肉了啊 哎呀 这感觉 这交完前心里空老老的 是吧 我也是 就一笔巨款 从自己手里突然没了 然后啥也没得到 啊 这放银行也有点利息吧 真是 现在就是 吃个吃个外卖 就已经是很好的了啊 嗯 奢侈 家菜都不行了 哈哈哈哈 哎呀 伙计啊 咱俩这一路走来 这三年也不容易啊 嗯 要不我先吃饭 你慢慢感慨 行 我肯太感慨 来吃吧 哦 墨哥 在这心里感慨呢 就一直在看这个收据 嗯 就是一百多万 就换了三张收据 这两张是那个定睛 这一张是补的那个尾款 是不是觉得特别不真实 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你知道吗 嗯 我也空落落的 就是就这么说吧 我的卡里之前就没超过我位数 这一下子让我把一百多万出去 哎呀 钱都没补补热乎了 这来的也快 去的也快 你不是一家之主吗 你也没一下借过这么多钱吧 哎呀 你看不起谁呢 没有啊 没有啊 所以这三年也不容易啊 嗯 这 在这也租了两年多了 差不多吧 两年多一点 虽然呢 没遇到被放动感 嗯 上班也相对比较近 嗯 反正想想 也不容易 好歹现在呢 有自己的 固定住所了 可以啊 你可以好好地设计设计 装修装修啊 是啊 注意现在这 你看这乱七八糟的家 我现在我都懒得布置 而且吧 他租库跟业主 他毕竟那个底硬气都不一样 是吧 我感觉我都不硬气 就啥 不是自己的房子 你想好好 装饰装饰啥的也 感觉不知道的 而且天天担心 小七把人家这咬了 把人家那拆了 是吧 其实说是空落落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啥 因为贷款吧 你这现在只是 只是交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剩下的才是大头 每个月算吧算吧 都快过万了 勉强吧 就咱俩的收入 我以后就别提有私房钱了 就是发多少工资 就是还多少钱 就是正儿八经的房奴 那可不这儿八经的了 要坚持不下的 还25年才能还清 25年 等咱孩子刚成年 就开始给他还房贷吧 等咱还清房贷 孩子也成年了吧 他又要结婚 就得给他买房 我这个妈呀 这一代人真是 咱们这一代人 感觉现在开始啊 嗯 就是结了婚之后 就感觉是为下一代活了 不不不 咱俩还是要坚持为自己活啊 为父母活 为自己活 这孩子没影的事呢 先不管他了 让他自己闯吧 先有个孩子再说吧 咱们下一步啥计划 装修呗 装修啊 这现在手里也没啥东西了 拿啥装 咱们还有公积金呢 猫哥 你也别压力太大啊 我感觉你现在有点焦虑呢 你年轻轻轻的 你不会明天一早起来 一夜白头吧 没事我跟你说 就是啥 就是本来感觉 这个买房是开心的事 但是我去开心不起来 你知道吗 就这种感受 我没有买 你知道为啥吗 穷美 没事我跟你说 我跟小七都陪着你呢 而且你知道吧 有压力才有动力 省得你每个月 你那挣点工资 都不知道花哪去了 你这好赖也知道 你花到房贷上了吗 是吧 其实感觉咱们 就北漂吧 反正肯定都不容易 咱俩现在相对买的偏价 总价也没那么高 对 而且咱俩除了咱们自己的钱 就是双方父母的资助 咱俩买房 第一套房 刚工作三年 都没有找那种朋友 同学借钱 已经不错了 咱们没有外债 是吧 装修好 好说 咱随便硬装 刷个漆 要不咱俩装那种 叙利亚风 叙利亚风 风吧 就是毛皮肤 这个月买个床 下个月买个电视 下下个月买个洗衣机 一个月买一个大件 行吧 别愁了啊 我好担心你每天一早起来 头发白了 没事啊 已经开始掉头发了 哎呦 你 呵呵呵 霍姐 你这撇这个嘴啥意思 我在思考 思考啥呢 人生 你见这个机会啊 反正话已经说到这儿了 你就立个flag吧 立啥flag你说吧 我说吧 啥时候换二套 啥意思啊 卡带了啊 卡了 哎呀 你看到我和你啊 对自己要有自信 十年内吧 行 我二套就指着你了 你包我身上了 洗洗洗睡吧 梦里啥都有 我能睡着再说吗 呵呵呵 怎么做 怎么严重 或者沉默 哎呀